据说有99%的人都没接过盘 这绝对是最多量载量妹在玩的露营游戏 修钩模拟器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还是无法驯服四肢的净化人类 都可以参与大型接盘运动 一个寡友回旋飞 两个朋友双速双飞 一群朋友满天飞 一起做真正意义上的接盘侠 如果露营没朋友怎么办 那你还玩个球啊 没朋友也能玩的单人棒球机 只要脚踩就能自动发球 再搭配可声缩的大棒棒 一个人也能体验别样的乐趣 你能终于哪一种呢 这是我从一家做机的店买来的一只 磕打鸭 这只已经被玩坏了的鸭子 经过倒卖 牌号 丢键 终于到了我的手上 那它凭什么值得我花300块钱呢 难道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已经进化成这样了吗 我明明记得 曾经的它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八音盒 除了摇摆举手的招式 还可以实现各种隐藏玩法 比如花式变装 自由宣言和点赞关注 但现在时代变了 磕打鸭被冲上了顶流 童年的动画角色不再纯粹 我和它的故事 从一个下单的距离 变成了人山人海 所以 我不许有人不知道 我已经有两只磕打鸭了 如何用100块钱 实现坐着收钱 我要当老板 第一期 开一家百货超市 逃来一款收银机 里面竟然还有钱 还附在一堆药和水果 边卖货边学英语 成为一个有出息的老板 再搞了一个T式货物架 将商品安置上去 最后推了一辆粉色mini购物车 一体式置物推拉 解放你的双手 接下来就等客人来了 收银机 收银机 接着 我们葡萄 我们草莓 我们矿泉水 您一共相配了19元 刷卡 您已刷卡 支付成功 自己开店当老板 坐着就能收钱 这不比打工强多了 哇 这个是真的碰到我一脸 好烦 我是猛男 我发现老板在办公室里 通过完 纸压板 你以为是用脚趾 其实是用手指 两只手指挤压史莱姆 就有机会得到一只 黏人筋 哦 原来老板喜欢这样的 赶紧把它们都开了 居然开到了一只拿着相机的小猪 那就叫它 小猪配鸡吧 再打开剩下几颗 开到一只 骨骂 和麦佳秀的芭比粉不同 它直接BBQ了 还有一只香肠狗 因为背后涂了一层奶油圣袋 所以也叫 甜狗 最后再开一把 哦呦 这里总共有15颗史莱姆 我们看到底能开出多少只年龄 哦 哦 这是一个夹在书里面的小精灵 它这个 啊 Smart Slope 这是狗吧 啊 哇 又是一只甜狗 空的 哦 又是空的 哦 又是空的 啊 怎么又是空的 是不是这个霉红色里面 它就没有小精灵啊 这里面有一只 这一只是一只 披着章鱼皮的猫 呀 哦 这个液体好稀啊 里面是一个 嗯 哎呀呀呀 埃及猫 你看就是放得比较久了 它这个液体也比较稀 这一只 哇 喷了我一脸 这这什么东西啊 它不会是这个隐藏款小红帽吧 它这个做工也太不精致了吧 它这个帽子跟这个头已经融为一体了 下一个 哦 空的 它这个好稠啊 一只小飞向 哦不对不对 是猪 是猪 哇 这个抱得好猛 可惜什么都没有 哇 哇 这个是真的碰到我一脸 好烦 这个是人能解出来的东西吗 十二号月 一块没有棱角的基板 十二块形状各异的月亮 让它们无缝衔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嗯 怎么不算简单呢 今天我要独自一个人完成这个十级难度的拼图 不就是六岁小孩的玩具吗 简简单单给大家拼一个哈 说不定最出奇不易的就是正确的 不对呀 这个突出了一个角 我敢保证这三个肯定是放这三个地方准没有错 这个放圆 放一个这个形状 再放一个圆 这样 这样也不行 啊 这真的是六年级完成的难度吗 冷静冷静冷静 重新思考一下其中的规律 哦 我知道了 这肯定是要先把边缘填满 这样子我们边缘就保证不会有空隙 其实你动一下脑子就能发现它里面是有规律的 再一个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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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是失误好不好 嘿 根本没有办法解吗 这是我从鸿鸿司买来的 鸡鹅泡泡枣 首先要跟 我们在游戏里抓来一只QB大军 任意挑选一刀四只QB军 再将它们放进鹅场里 只要能把它们包围成功 就能获得500QB 给你一刀 看起来很难的 这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先放这里 它怎么不是这样的 首先放这里肯定没有错 因为这里没有造成任何的直线和空格 这里 我懂了 不能把它看成一个立体的 要把它看成一个平面的图形来摆 反过来 这样 我选择这个不是最开始出现过吗 你是鱼的记忆吗 这是一个T形 这也是个T形 这有个箭头 所以它 根本没有办法解嘛 什么垃圾游戏 听说这个一看就很简单 那你说 要你解的话是怎么解 不能够 为什么 没有 可能会有点有队 如果我的原因 是有队 你胖了 对 你不是自己的 那你在那一体 有的人 贵汉 千万要关注 再不关注叫家长了